不是空的關節 表面上看是一個聚餐 等待的是這個死亡 我先生把強迫服藥的酷刑 稱作最接近死亡的酷刑 他說每當看見白大褲 醫生後面跟著很多便衣 一群人過來 為了讓你服了幾滴藥 很可怕的 2015年7月9日 內地過百維權律師遭到大搜捕 709事件兩週年 律師李和平今年5月獲釋 和入獄前判若兩人 家人說他在獄中受酷刑對待 我先生本來就是做反酷刑的 他就說這兩年是他的反酷刑深度有 那2017年的5月9日下午他回到家 最明顯的一個改變 就是說他在這個被關養兩年的時間裡面 他的體重掉了30斤 整個人頭髮就幾乎全白了 那他在回家 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 一個多月的在家庭的這個調養 他的身體就是體重在恢復 但是他自己時常感覺到就精力 不像以前 說他走的時候是一個壯年人 回來的時候是一個老爺爺 醫生會說他的骨質是特別疏鬆的 因為他長年關在沒有見陽光的屋子裡 他們這一批709所有的被抓的律師和 維權公民都被強迫關養 都被強迫關養 我先生是他說最高的時候 最黑暗的時候 每天強迫吃六片藥 吃完之後就是說 整個人是處於一個頭腦昏沉 眼睛看不見東西 還有一個折磨肉體讓他覺得很痛苦的 就是戴空子鏢鋼 戴上手鏢戴上腳鏢 當中有一根線 就是他伸的始終不能伸直 是要勾路的 但是穿衣服幹嘛都很麻煩 這樣帶來一個月24小時 正在家靜養的李和平 說他還在換刑期 不可以接受訪問 另一位被捕的律師王全璋 至今音訊全無 連家屬聘請的律師 都不能跟他接觸 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 或許被他們酷刑之殘 或者身體不好 所以他們開盤律師會見 這是我們現在很擔心的 之前到現在 那王全璋是到目前為止 就是唯一一個意思消息都沒有 兩年過去 有人在傳媒鏡頭面前被認罪 有人仍然失蹤 家屬未有放棄 團結起來繼續抗爭之路 詳情請留意香港01系列報導 請留意香港01系列 適合 門 超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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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